欣愿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2018年美国加息加了四次 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凑 那2019年美国在加息方面会不会更加厉害呢 或者说会有其他的动作呢 其实我们从那个美息 有一个叫利率的一个概率的图 上面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显示 是透过利率期货市场里面所图示出来的一个预测 基本上我认为2019年全年美国都不会再加息 也就是说2019年加息的次数是零 那可是2018年它可是加了四次 那如果是说2019年它不加的话 它是会有什么样的因素导致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利率的预测的结果是怎样出来 然后我们从这个预测再透视 2019年可能发生什么事 这个利率的一个概率的一个图是怎样出来 其实是市场对于美联储一个加息的预测 那那个预测的处处呢 就在于美联储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政策 那个政策就是它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 货币政策方面都是市场已经与它有充分的一个沟通 然后市场也接纳了 然后它才进一步做 也就是说它要确保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 其实对于美联储的政策都是非常清晰 而且有一个预见性的一种想法在里面 也就是说市场已经充分准备 那现在市场充分准备的情况是如何 就是美联储2019年是不会再加息 那为什么市场会有这样的一个猜测 那当然是很多人已经跟美联储内部有一个充分的沟通 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只是美联储的主席还没有就是当面把它讲出来 但市场上面其实大家已经有一个共识 就是2019年已经不会再加息 好了 基本上呢这是一个共识了 然后这个共识预示在2019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个人来讲 假如说去年是连续加了四次的利息 但是2019年突然之间一次都不加了 也就代表有一些很不寻常的事情 就美联储将要做一个准备功夫 那是什么就很罕见的或是不寻常的事情 我个人认为有机会美国会发生战争 但是说到战争的话那肯定牵涉的是多方的利益和多方的国家 那是否真的会存在这个可能性呢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假如说我说的可能会发生战争 但是呢 特朗普刚要从叙利亚撤兵 那撤兵应该是没有战争的 为什么会有可能2019年会发生战争 就是因为他撤兵准备把兵用到别的地方 那其中一地方我认为就是南海那边 哦就是说对那如果是说南海那边 那他的对象就可能是应该是在亚洲 是针对中国 哦就是说直接就是说针对中国发动战争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是否真的会打中国呢 现在言之上早 我会认为呢 可能在南海方面有一个会有一起 一两起局部的军事冲突 有这可能性 而美国现在已经充分为这个可能性 在那个货币政策上面已经做好了一些 做好了一切准备功夫 就是首先不加息 另外呢他还在说表 所以呢假如说真的接近要发生战争的时候 可能连表都不会继续说 那除了上述的你说的这两个因素 那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会导致他不会加息吗 有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11月份G20会议 一直到12月31号 股市 美国股市所发生的事情 尤其我们可以看两件事啊 第一就是11月20号G20会议之后 突然之间股市就冲上去 美股冲上去 然后呢接下来就开始跌跌不锈了 跌了不锈之后了 结果呢12月底了 美人处了就硬撑着 然后真的加息 加息结果出现什么事情 就12月24号 那半天的事 也跌得就一塌糊涂 这在美国股市上面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情形 为什么呢 因为平安业嘛 大家就休息了 就不会在股市里面动搞戏搞的 那假如说在平安业也发生一个这么明显的一个 一个我们叫跌势或者股灾小股灾的话 很明显就不是美国人做的 应该是外来势力 那谁是外来势力的话 那我可以这里就给大家一个点子吧 那其实中国在美国 中国在美国市场里面 股市里面有许多投资的 大家别只是把眼睛盯着 那个外汇储备 那其实中国在2006年设立了三家公司 都可以在国外进行投资 一家是中投 另外一家是中金 另外一家是外汇管理局 那其中一家公司叫中投 其实在2006年都分了大概是三万亿美金 可以在全世界投资 其中他有买这个反利美 就Fannie Mae Freddie Mae的一些债权 也有投资在美国股市里面 那2006年到2018年 已经过了大概12年的嘛 所以累积滚圈的钱呢 可以说不少的 那假如说他在股市里面的钱 要出清的话 就基本上可以触发股债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就存在一个问题 那如果他为什么 要进行这个制造这个股债 或者要美国股市大跌呢 他是要达到某一种目的 其实这个是很明显的 因为假如说美国股债的话 所谓的贸易战 或者是中美之争 是无法打下去的 所以假如说 中国真的希望可以 在中美之争可以全口气 或者是赢得空间的话 在美国境内触发一次 不大不少的股债 就可以完成了这个任务 导致他真的有这种原动力 在现在这个时刻 然后拼命就出货 在美国股市里面 当然说这个 你可以说没有人有足够的证据 但是你想想 12月24号 还有谁会有这个原动力 有这个心思想要触发股债 那也就是这样说的话 美国股市大跌 或者他股灾 他也就宣布了 美国在这次中美之争 惨败 可以这么说 所以 所以 为了让股市 不会发生股债 其中一个条件就是 马上停止 继续加息 这是第一个条件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前段时间呢 就有传闻说 众多的基金就筹集了 一万亿美元 进行做空港股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美国全年不加息呢 会不会导致港股 产生什么影响呢 其实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思路就是 假如说美国减息或是不加息的话 美股会稳住或甚至是上扬 然后呢香港呢 因为港币与美金是挂钩的 然后呢 就会导致了港股都会跟着美股的一起上涨 其实这个现在已经是行不通了 需要调整的一个思路 主要原因是因为 就现在 以香港的情况来讲了 香港的经济已经与美国 谈不上有大关联 以前是跟美国有相当大的关联 就是美国好 香港跟着好 美国差 香港跟着差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香港大部分的贸易关系 都是跟中国会相关 所以 香港的股市 现在来讲是跟大陆的股市 更加息息相关 那它现在的话 它还是用的依然是 就是说跟美元挂钩的一个联系汇率制度 但这里的话 它应该还会有一定的 一定程度上的牵扯 是吧 会如此 只是你刚才也就是看到了 从10月6号 就马上发生一件华为的孟晚舟事件 然后就跌下来 然后就有30万将国企的齐绝了 要12月底 就要结算了 做空的做多的结算 结果就称称称称称到25500点 称的已经算是不错了 差不多了 然后1月1号马上又跌 跌全了2万5 那一天之内跌了800多点 然后就出现了降准 然后就又炒高 然后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就中美又继续谈判 但是我猜谈判完之后还是继续跌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那1万亿资金真的是可以做到 一波低于一波的这样压下去 每个高位都会被他制造一些事情 或者是某一些变化 然后把那个行情再度的压下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谓是说香港的股市 基本上跟美国加息之间的关系是有 但是呢他关联性不大 已经是越来越少 甚至我可以看到 就是2019年可能是美股可以稳下来 或者是有一个上升趋势 但是港股是不乐观的 真的是不乐观的 好行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